大家好,我是大伟 咱们现在有很多朋友眼睛不好视力是模模糊糊的 有的人是看书看一会儿眼睛就感觉疲劳了 有的人是年轻的时候视力好 老了以后不带个老花镜书上的字都根本看不清楚 今天我教你一个眼睛上面找两个点 这两个点你只要找对了 然后用我教你今天的这一套小方法 咱们只要去做时间比较长 10秒钟到15秒钟 眼睛一睁开就感觉这个亮全部进来了 眼睛明明亮亮的 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 直接把今天这么好的一个动作分享给大家 那么大家先看 我们先找到眼睛上面的两个点是哪里呢 就是我手指的这个地方 顺着我们的鼻翼往上推 大家跟着我来做 往上推推上去以后 硬硬的往上推推不动了 你再往上去走一走 发现有一个小门 你看就像这样像一个小台阶一样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美股啊 那我们的点呢就是在这个阶梯上啊 你去摸像一个小台阶一样啊 侧面给大家看一下啊 然后呢我们用这里啊 大家看我大拇指这里啊 这个点你看往上去走 一二三四五啊 这这样去刮着去推啊 推起来的时候呢 就会咯噔咯噔咯噔的啊 没有关系 大家跟我一样是这样做啊 眼睛闭好 然后呢我们先做一个眼睛 我们自己做的时候 是四个手指放在我们的头顶 然后大拇指这里啊 推着我们这个小台阶 慢慢的往上去爬就这样啊 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啊 我是用这个大拇指这里做的 你看一点上去推 二三四啊 我们就这样啊 给他快速的做上一个15秒钟 做的时候啊 如果你感觉这个地方啊 有点微微的酸酸的 疼疼的脏脏的啊 没有关系 都是正常的 但是我们做上一个15秒钟以后啊 把眼睛再睁开 你会发现啊 眼睛这里面啊 就感觉这个进光量一下子进来了 特别的舒服 而且呢眼睛眨两下啊 你会发现这个眼睛里面还润润的啊 很舒服 然后呢我们正常做的时候 我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是四指贴在我们的老门上 用我们的大拇指这里啊 你看是这样去做的 是这样去做的 侧面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去做的 两只眼睛都要去做 然后做上一个10到15秒就可以了 这个动作好不好 我相信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只要你跟着我一起去做 你的眼睛就会告诉你答案 如果你感觉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可以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两个字 帮助更多的人 我是大伟 在别人那里啊 或许是不传之谜 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你 谢谢大家